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王羲之应该算是中国最有名的受访家之一 这是我今天需要保护的文物 不是 这就是我要守护的文物吧 千禧爷爷 你眼前的这件青铜戏啊 就是著名的大客厅 这个壁内还有闽门 你也注意到 这些闽门啊非常重要 讲述这个主人叫善富客 那么这些闽门啊 就是讲这个善富客的祖先的功德 它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种产物 字迹呢非常规整 非常的有力 对中国后来的书法篆刻艺术很有影响 千禧啊 恭喜你成为大客厅的守护者 希望你带领更多的青少年朋友 走进的无法 守护到我们 中国的历史文化 谢谢 原来是个大客厅 对于国家 对于人物 对于书法状况 有这么深远的影响 我是大客厅守护者 易烊千禧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 易烊千禧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 易烊千禧 我今天守护的国宝是 大客厅 七千多年以前 顶是用来主漏的陶器 大宇建立夏朝以后 以九尊青铜大顶 代表华夏九州 从此 顶变成了象征权力的灵器 我身后这尊大客厅 高93.1厘米 重201.5千克 内有名文290字 与大鱼顶 毛宫顶 并称海内三宝 大客厅的主人 明娇克 他明明是一个善夫 却为何拥有 如此巨大的顶 我是易烊千禧 接下来 我将为您开启 大客厅的前世传奇 大客厅的前世传奇 就发生在 距今约三千年前的 西州孝王时期 周孝王继位时 外有荣敌侵扰 危难之时 一位管理负责天子饮食 和祭祀礼仪的 善夫 客出现 在他看来 玉笛 须先安内 而安内的关键 在于一块肉 这听上去 是不是有点 异想天开 这不 这俩熊孩子 就因为这件事 吵起来了 就在此时 一位神秘翩翩的 少年登场 为我们揭开了 背后的真相 凡祭祀 必依照老李之法 天子李十二老 上宫李九老 诸侯诸伯李七老 诸子诸男李五老 所用器具 亦需符合身份 天子九离八鬼 诸侯七离六鬼 大夫五给四鬼 我们家是七离六 你干什么 才以身份相称呢 你父亲不就是个厨子吗 想要敢用七个零 我父亲是善夫 掌管王室隐时 祭祀礼仪 能出哪王命 是大王的重臣 那不还是个厨子吗 不是厨子这么简单 天子祭祀 都是由我父亲负责的 没我父亲的监管 祭祀不可能受理取消 对对对 你父亲可重要了 祭祀的时候 选选牛 白白酒气 分分肌肉 我都干得了 你 不可胡言 义哥哥 大周朝以礼之国 大到酒系标准 小到牺牲听象 皆是一个礼仅 岂会如你嘴中一般儿戏 那那他就不儿戏了吗 他就讲理了吗 你个厨子凭什么可以用七个顶 我怎么不讲理 我们家就是有七个顶 骗人 我没骗人 大王赐给我父亲头 种了七个小顶和一个大顶 吹牛吧 猪猴才能用七个顶 你个厨子配吗 我没吹牛 就吹牛 骗人精 我没吹牛 我没吹牛 好了好了 堂堂拥猴之子 行为竟如此之 明明是他骗人 一个厨子凭什么用七个顶 就凭他的父亲善夫克 曾经救过你父亲的命啊 瞎说 我父亲堂堂拥猴 哪用得着一个厨子救命 你又是谁 凭什么胡说八道 义哥哥的父亲是太史 他什么都知道 你父亲拥猴 可是三年未来朝见 那 那 那又怎么样 雍猴拒绝来耗尽朝鲜 意在谋反 大王本要灭你雍猴 皆靠善夫克 从中斡旋 用一块鸡肉 化解了僵局 来 我给你们好好讲讲故事 你胆子不小啊 竟敢单枪提马的来刺杀本猴 恶手里的刀柄 非用来杀人 而是特来为雍猴割鸡肉的 照你这么说 匹方那小子没有放弃我呀 哈哈哈哈 雍猴说笑了 你乃周氏宗秦 大王岂会施礼 哈哈哈哈哈哈 三年拒不朝见 他还会还我个礼字吗 您说吧 您带了多少兵马来 雍猴贵为宗秦 当之一不朝 则贬其绝 再不朝 则削之地 三不朝 则六师遗之 大王若是有心诛之 你和雍国 岂会安然无恙 说 匹方那小子究竟对我打了什么主意 大王从未疏远拥过 只是近来忙于对抗犬戎 怠慢了拥猴 对抗犬戎 笑话 多年来我大周一之 饱受犬戎的入侵之辱 杀若有心欲敌 自当率军牺牲 迟迟未动 怕是个气 哈哈哈哈 雍猴啊 你可知为何 天子与诸侯之顶 有多少之别吗 自是高低等级之分 是也非也 何为是何为非 顶得多少 虽在于等级高低 但更在于眼界长短 眼界短 便只能使眼前之肉 眼界长 才能使得天下之肉 哈哈哈哈 若是我联合其他的诸侯 一举功之 他又当如何呀 我爷爷当善夫的时候 就跟我说 每当祭祀煮肉的时候 那群老鼠 就会聚集在一起 伺机而动 直至将肌肉分割时尽 庸侯可知 这群老鼠的结局如何呀 肉足贩宝 幸尽而归 哈哈哈哈 庸侯当真是不了解这群老鼠啊 既以贪得肉的滋味 他们又如何干预肉寡呢 最终互相残杀 逗了个你死我 所以说 老鼠啊 终究只是老鼠 若是他们懂得礼法规矩 自会一直有肉质 若是贪婪冒尽 终是自取灭亡啊 那若是大王知道了我今日的言行 他恐怕就不会对我一礼相待了 若庸侯接下这份忌肉 可自会跟大王言明 庸侯尊礼 拥护之心 而大王对庸侯之礼 也自会如初 好个胜负 接受 我不信 一块肌肉而已 大王就不会责罚了吗 肌肉虽小 但承载的 却是我大周的理智规范 你父亲接受肌肉 就代表他甘愿臣服于周天子 这下就信了吧 就算如此 哪一个膳负 也不可以用新的顶 大王自继位以来 内忧不断 便命膳负客 出纳王命 获选大周各国 而膳负客 竟不费一兵一卒 仅靠一块肌肉 便助大王平息了那段 大王赏赐童 祝了七个小顶 和一个大顶 我们家细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大顶 父亲说 要把大王的恩赐 告知祖先 原来圣福这么厉害 刚才失礼了 天子治国 如用顶 亦如分肉 大小 多少 皆是一个礼字 礼正 则天下定 礼天 则天下乱 纵使朝代更迭 江土变尖 我华夏 定会以礼 享誉天下 此下调起 顶便是领治天下的象征 直至战国末期 秦国拉开了法治天下的局 顶作为国家政策的象征意义 逐步落花 但它所承载的华夏之力 却严别至今 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大克顶的闽文上面告诉我们 铸造这个顶的人是叫克 在大克顶发现的那个教场里面 同时还发现了小克顶 是七个一组的列顶 我们知道 列顶在那个时候 七个只有诸侯才能享用 那么这位善夫能够使用列顶 可见他和周孝王之间的关系 非同一般 那么当时呢 一顶的制度呢 已经形成 作气咒鸣的这个 已经呢 非常的顺行 大克顶里面的闽文书法呢 在清末呢 收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崇 是当时清同闽文的一个典范 大克顶的闽文 是研究西州历史的一个 极其重要的史料 除了第一段周王赞美他的走赋的攻击外 第二段闽文还记载了周王对克的赏赐 这些为西州的土地制度 社会制度及官司的研究 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一手史料 周代的时候 人们往往在祭祀当中用顶 里面盛放牛羊猪作为祭祀品 去祭天 去祭地 去祭设计的时候 顶就成为了国家重器 成为了王权 统治权的象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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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听 又喂 瞧瞧 看这孩子 多懂理 没空手来 拿什么呀 这是我自己小抄了一份 《大壳顶》里面 290字名文 其中一段 看看大家 字写得真漂亮 大家看看 那咱们要说回刚才那个故事 一个顶 其实从头到尾讲一个字 礼 千禧 在你的印象中 你认为生活中 哪些地方是特别讲究礼的 比如说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要先长辈动快 我们才能动快 然后长辈吃饱之后 我们才能离开桌子 好家教 现在我们好多年轻孩子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礼书 生活中的礼 实在是既有讲究又有学问 虽然以鼎立国 以理治国的那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但是鼎所承载的礼 却已经融入了 华夏民族的血液里 因为每个炎黄子孙 都在用细微的言行 守护着它 延续着它 刘烈老师 在成为国宝守护人之前 我其实不太理解 国宝活着是什么概念 但是我听了 大客鼎的另外一个故事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国宝是可以活着的 因为在今生时 有一些人会 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它 是 那就让我们把大客鼎的故事 继续讲下去 我们有请国宝守护人 易烊千禧 为我们开启 大客鼎的今生故事 清朝末年 京城出了一个大新闻 清代著名金石收藏大家 潘祖音 集起了西周时期 两个最大的青铜器 一件叫大鱼鼎 另一件就是大客鼎 本以为沉睡了近 三千年的大客鼎 终于有了新家 但那个战争的年代 就让这个新家饱受磨难 曾经的名门望族 人丁逐渐凋零 守护大客鼎的重任 最终落在了一位 年轻女子的肩上 他用毕生的精力 完成了祖辈交给他的唯一一件事 看好这些文物 直到战乱平息 新中国成立 他才放心地 给大客鼎 找了一个安稳的新家 小朋友好 叔叔 您找谁呀 我是上海博物馆的 爷爷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那是博物馆的李馆长 来感谢咱们家 从前捐赠的大客鼎 那就从爷的奶奶说起了 我们潘家 曾是苏州的名门望族 我的奶奶潘大鱼 嫁过来之后 年纪轻轻 就挑起了掌管门户的重担 对于大客鼎 奶奶一直很伤心 费尽千辛万苦 保护他 躲过了战乱的浩劫 建国后 奶奶主动将大客鼎 捐赠给国家 供更多的人观赏 之后的几年里 奶奶又陆续捐出 家族从收藏的 所有珍贵文物 细细点数 请上海博物馆一地 就达四百多间 全城文物史 我们潘家 已经并不宽裕 但奶奶一生 达官处事 对金钱看得忌惮 她总说 终于为这些文物 找到好人家了 我奶奶的故事 我们潘家人 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 有请潘大鱼老奶奶的长孙 潘玉易先生 潘先生您好 您好 树立老师好 您好 千奇好 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潘家人 我叫潘玉易 我是潘祖英的第五代重孙 也是潘大鱼的长孙 今年72岁 可能在座的很多年轻的孩子 不知道 以前流传过这么一句话叫 海内三宝 潘有其二 三宝说的是 清末年间 挖掘出了三件的青铜系 毛宫顶 大鱼顶 还有大克顶 而潘家就有两件 一件是大鱼顶 一件是大克顶 那潘老先生 这个大鱼顶和大克顶 两件重量级的文物 你说它怎么就都聚集在了潘家呢 你说 大克顶呢 是我的高祖潘祖英 勾得的 哦 哎 大鱼顶是当时祖宗堂 为了感谢潘祖英 在朝廷上帮了他忙 他勾得大鱼顶以后啊 就送给了潘祖英先生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 潘祖英勾得大克顶以后 才一年 他就去世了 哦 后来他的弟弟潘祖英 把大克顶 大鱼顶和所有的文物 很秘密地运回苏州 那然后这两件文物 又交到了您奶奶潘达瑜 先生的手里 对 我奶奶18岁 嫁到潘家 也是很不幸 三个月 他的丈夫 就是我的祖父 去世了 后来 这个潘祖英 他去世的时候 就对我奶奶说 他说你一定要 好好地看着这些宝贝 不要随便地给人看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奶奶就守护了一生 你说在那个战争年代 可以说是非常动乱的 一个时代 别说守护文物 你就算是能保住命的 都是一件难事 是这样子 潘奶奶每天的日常 就是应对各种骗子 差点因此单上性命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我们需要潘爷爷 给我们讲一讲 第一件事发生 就是在那 敲了一下警钟 当时国民党在苏州 盖了一座楼 还说搞个展览 你们潘家把两个丁 拿过来 展出展出 我奶奶当时 他感到 这可能是个骗局 所以他蜿蜒谢绝了 后来这个事情 就越来越严重了 当时抗日战争爆发 苏州城里的人 纷纷逃到城外 我奶奶属于 已经逃到外面的人 突然她一想不对 她惦记那两个大顶 她又回头 又往城里跑 我奶奶后来跟我说 那个中秋啊 是最黑暗的一个中秋 当时日本人的飞机啊 把苏州的电厂 给炸毁 炸毁以后 黑暗 那个中秋 全程没有电灯 可是奶奶要注意件事 只能借着 露到屋子里的 微弱的月光啊 在后厢房地上 挖开一个大坑 把打造后的木箱 抬进来 把两个大顶 装到木箱里 再放到这坑里边 上面再把方砖 凸好 挖出来的碎杂土 还小心翼翼地 涂洒到院子里 为了不留下一点痕迹 就是那样 你说 我们的文物都没有遗失 你说这个奶奶 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奶奶 那顶是一直在地下埋着吗 原来我奶奶可能想得好好的 埋到底下就平安无事了 没想到七年 可能当时埋顶的时候 还是太匆忙了 那个木头 木箱的木头 锈了 烂了 你看地面上 夸他出了一个大坑 后来他非常大胆 把大顶拿出来 放到那个厚厢房 上面把破衣服 烂鞋子 空瓶子 堆在上面 就是堆 你即使到那个地方去玩 走过 看到那个东西 又脏又破的 我也去关心他 到后来知道 那堆的是个宝贝 后来才知道 潘先生你说到这儿啊 其实有件事 我想有很多人都不会理解 你说你奶奶 在最战乱的世道里头 守了这样的国宝 一辈子 就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怎么就在战争 胜了以后就给交出去了 我感到他走过了一条 独特的新路 前五十年 他是真是跟着 他的祖父这位潘祝年的话 绝不是人 他是把这些宝顶 藏藏液 想听办法要保护他 后五十年 他说 人应该靠自己的双手 活着 不要靠祖宗什么财产 第二条 他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也是国家的 我们应该还给国家 太高尚的一种想法了 郭教授 我们找到了 当时她奶奶 钻顶的时候 写给华东军政委员会 文化部的一封信 大家看看 我们看看他写的什么啊 切念 鱼克二大鼎 为具有之重要文物 即宜 铸藏得索 克保永久 成愿将两大鼎 呈现大部 并请播交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筹备之博物馆 珍藏展览 虽然 这封信的语言 写得是那么的轻 但是想到潘老先生的故事后 觉得他 真是有千金的种 一辈子的守护 最后 只化成了淡淡的 枝眼片 当时上海博物馆 回馈给老奶奶 两个奖励 一个是 两千万的现金奖励 还有一个是 一张奖状 但是老奶奶一分钱都没有要 就把奖状贴在墙头 贴了五十多年 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奶奶玩钱的时候 亲手写的这封信 好不好 帮政府赐予奖状 举行典礼 以身荣幸 今又蒙送给奖金万 不敢再蒙失 回忆过去的事情 我的奶奶确实是一个 非常不在乎金钱的人 她的心里边 没有希望 你们下一代 一定要大富大贵 大横大字 她认为 你自食其力 靠自己的劳动 养活自己 这就很好 很实在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这一个举动 让我们觉得 你的奶奶 不光是一个说 对钱不在乎的人 你奶奶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人 我觉得 真的是 收了一辈子的东西 都交给国家了 潘老心里 那肯定还会是惦记的吧 是惦记的 她嘴上不说 可是 我们兄弟姐妹 每次放暑假 寒假 从苏州到上海来 她总会安排一天 要到博物馆去 要去看一看大客厅的 身后有照片 是带着你吗 带着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要问了 咱们家的东西 为什么不放到家里 要搬到这儿来 我奶奶就跟她说 放到这里好 第一 很安全 不管保管得好好的 第二 大家都可以看 你看 多迟 后来 后来 我的儿子 有了自己的女儿了 也问了这样的问题 也跑到博物馆 大顶面前 爸爸爸爸 咱们家的东西 为什么要放到这儿啊 我问我儿子 我说 你怎么样回答他 他说 还就是奶奶 跟我们说的话嘛 放到博物馆 一 很安全 放心 第二 大家都可以看 直 这个问题 不就解决了 非常 各位老师 潘奶奶有一个心愿 藏在心里 藏了五十多年 然后直到2004年的时候 才肯定说出来 哦 是个什么心愿呢 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 上海博物馆的老员工 当然就是他完成了 潘奶奶的心愿 我们想请他来 给大家讲一讲 那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 您好 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千禧 刚才千禧说 说潘老有一个 藏了五十多年的心愿 您知道吗 知道 这个事情知道 今天我们是说大壳顶 实际上当时捐的设施 大壳顶跟大壳顶 两个姐妹 这个59年的时候 大壳顶国务院调令 在调中国历史博物馆 它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所以大壳顶跟大壳顶分开了 哦 那么分开了以后呢 因为客丁在我们管里 潘大壳顶是人经常可以来看的 对 但是大壳顶看不到 他总是有那个想法 希望两个点下 这两姐妹啊 一个重逢相聚的机会 哦 我就马上跟那个 中国历史博物馆商量 有那么一件事情 我们报国家文物就批准 我们用严密的安全手段 把大壳顶运到上海 就在潘大壳老先生 一百岁生日的那时期 我们在上海博物馆 为他专门举办了一个 特别的展览 那潘先生你还记得 奶奶当时去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当时我奶奶 上的年纪已经不太出门了 可这一次啊 她坐在轮椅上面 后来到展台上 我奶奶从轮椅上下来 我姑姑拉着她 我奶奶围着转 一边转 一边用苏州话说 真的一点 没有变 真的一点也没变 哦 是不是一点也没变的意思 对了 实在是太好了 奶奶说 是这意思吗 这第一句 第二句 奥特利多 现在是个汉人高层 我为他们 找到了一个好人家了 分别了这么长时间了 一点没变 我真是给他们 找了一个好人家了 多有画面感 吴连老师 今天许处长 所以还带了个礼物 给潘爷爷 哦 还带了礼物 潘老先生 三十年代 收藏的时候 有个玻璃底片的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 把礼物拿上来 这里边 所有人里边 可能我看到的是 特别激动 对 我从小长大以后 听我奶奶 听我父亲说 曾经在三七年 拍过这个照片 也就是说 奶奶当时在家里 掌权了 她第一件事 就是感到 要给这些青铜器 做一个档案 当时听说她拿出 一千大洋啊 来拍这个 三百八十张照片 你们家有三百八十件 文物 三百八十件 青铜器 真的 我的奶奶可能 把三百八十件 青铜器 当成她三百八十位女儿 从拍这个照片开始 奶奶走上了 保护这个文物 奉献这个文物的道路 所以我看到这个照片 真是特别激动 我刚才看到 潘先生和这个玻璃底片 见面的那个刹那 千玺你来看 她现在脑子上起了一层的汗 她激动了 你知道 这么多年她没有见到 再见到这个底片的时候 这是她的奶奶 在当时的那么的艰难的一个情况下 给每一个青铜器 留下的一张珍贵的底片 在今天来说 也是珍贵的文物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一次掌声 献给这位已经在天堂的奶奶 谢谢 谢谢 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东西 这应该的 这是我们的小意思 太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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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感谢 现在收藏家捐赠给国家 是一种画师围攻的一种高尚行为 捐赠文物给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家 据不完全统计 是有990几位 990几位 但是收藏家捐赠的数量呢 占我们整个上海博物馆 珍贵文物数量的25% 这就厉害了 所以说了就是 如果没有收藏家的捐赠 没有上海博物馆的金钱 我们国家保障的栏目主 也向全国所有的国宝捐献者 表示深深的敬意 几千年前 课的故事告诉我 无理不成方圆 今天潘达瑜老人 又用自己的理 为大课题求得了一个圆满 感谢逆阳千玺 感谢潘玉毅先生 徐永祥先生 接下来我们将为三位 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 并宣读守护人誓言 我是杨千玺 我是潘玉毅 我是徐永祥 我们剧院守护大课题 守护历史 守护华夏专理 我们下载到无论词 你 这是 我们下载到无论词 我们下载到无论译 或者是 帮助